放松谢谢你继续守着越听越爱的IFM 你好我是清柔 来到了上午九点呢 我们这两个小时就有博士来聊的节目 而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跟美丽的故乡 可爱的芝芝港新村有关 而廖朝记博士呢 即将对谈的这位嘉宾呢 是一位80岁高龄的周厚荣老先生 他也是芝芝港开部史料回忆录的作者 我们今天就来博士来聊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听君一席话 在芝芝的海洋中徜徉探索 美丰星期六早上九点到上午十一点 博士来聊 今天的博士来聊呢 我请到的是 芝芝港开部史料回忆录 两本书我2011年出版的第一集 第二集在2017年出版的作者 周厚荣先生呢来与我们对谈 首先邀请周厚荣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廖博士 是 谢谢你的分享 周先生首先还是要先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哦 好的 我今年 1941年出世 今年已经 和人来讲就80岁了 人生呢 过程呢 时间走过得非常的快 一转眼呢 80年的光阴 都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大半步了 是 还好自己能够保健自己的身体 能够稳住自己的健康 能够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老年生活 虽然在本人在从小的时候就在这次港受华文小学 就是秦云华小 受小学6年去 然后在1957年就到福庸中华中学度中 念完6年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回乡协助父亲经营 帮忙兄弟姐妹们呢去念完他们的学业 是 我呢 老大 父母亲 有 八兄妹 其他七兄妹呢 都 比我小 所以他们都 继续要升学 所以我就 非必呢 回到家乡 协助父母 经营生意来 帮忙 兄弟姐妹们呢 去 念完他们的 学业 是 我呢 老大呢 懂是吃亏啦 不过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良心的教育啦 知道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弟弟妹妹都有念完 有大学生啦 有专科 专科各方面的都有这些人才啦 所以也相当的欣慰啦 是 那么更加欣慰的就是说 我本人从1963年开始借 帮我父亲的 帮我父亲的这个经营这个药材和养护便宜 后呢 一直到1988年 一直到1984年 是 那么 那个 马来西亚那时候很流行 金融合作社 是 马来西亚的 就很多华人 华智的就有开放这个 集中这个收支收集融资来开发展他们的业务 我就被受邀请为参加恐怖的就是青年经济发展合作社的金融公司 在自治港担任经理 嗯 所以就做了 做了就担任了做了 真正做生意的就只是做了一年 以后就被政府冻结了 所以又回到这个自己的帮回到回店里面去帮助父母亲经营这个养货和药材店 是 一直到了80年代呢 我的孩子都开始成长 要去念中学了 是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要求父母亲给我独立 嗯 他们在经过多方面呢 他们还是 因为他们几十年的薪息啦 虽然我一路来都在家里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起初还是不愿意 后来听过兄弟姐妹在基隆坡都迁积在基隆坡了 那么他才甘愿把本地的那些塑胶胶原跟那个店呢 要跟药店的资产全部卖给别人 嗯 把基隆坡 那么这个商药店就由我本人两夫妇承接下来 所以就一直这样接下去呢 就重新开始我们的两夫妇的新的那个生活 那周先生你现在是算是退休的生活吗 现在我的工作是 这个中药店啊 在目前的情形啊 在目前的情形啊 这次感还是很稀 非常需要我这种人才啊 是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相熟的中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啊 小毛病大毛病都有了 他们都面对着很多这个小的 虽然不是说大的问题啊 但是他们 我们这种老字号啊 拥有整三四四整百年历史的那种 以前那些中药师所留下来的那些药方啊 是的 是的 我都全部都每年年本本的 原本的单方都收留的很完整 嗯 也特别提供给这些伤 受伤者或者病理啦 嗯 只要他讲的准确的话呢 我可以我们会 配药给他 普通的配药给他 而且又便宜 又有零 又有零 很零业啊 是 这边是已经很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 也有这种配方 很多人都医好了了 是 这就是你忙碌的退休生活 退而不休啊 哈哈 真的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啊 就请到了这个周厢荣先生 先生因为我刚才听完他整段的人生的故事哦 仿佛就听完了一部马来西亚的近现代史哦 当然我刚才听周先生这样的阐述呢 就他基本上是在他的人生的整个大半的人生以上哦 都是在知识感度过的 所以下一段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请周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什么样的契机呢 让他去触发他去做这个知识感的历史的相关的研究 不是来聊呢 我请到的是知识感的著名众医师啊 这个众医家族开那个众医超过百年的周厢荣先生哦 我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 出版了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知识感开不始料回忆录一 其实我想要问周先生哦 是什么样的契机 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一本书呢 好的 谢谢廖老师 是 在1974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药店呢 在前面每天都这些老前辈呢 在空仪的时间早午晚呢 都在我们药店的门口聊天 是 因为上了年纪的这些先辈们呢 他们提供了很多先贤的故事 特别是知识感 他们所经历的故事 所以我就时常有空就听起他们这些很宝贵的经验 那些知识感 所有发生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呢 我都非常对这些历史故事呢 很有兴趣 特别是那个年代 我有兼认新建国日报的记者 是 所以我就时常就把所有这些资料呢 都有发表在报章上 录制的发表 所发表的报纸我也剪下来 收集下来 对 那么那个年代所有知识港的商店那些老板呢 都是我们从中国乡下 都是被卖 好像卖猪仔这样来到 当初来到知识港 牧生的 所以他们的故事呢非常的丰富 而且那个年代 他们所阐述的那些先贤的人物呢 都非常的能干 而且非常的有魄力 而且他们有各种 各种奇才的经济的人才 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特别是锡矿公司 那么最早期知识港开副的时候 在1838年的时候 基因政府呢就有一批人才 就来到这个马来西亚呢 就探取那个信苗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到 尔勒布这支港非常是美兰 就很常有丰富的事况 所以在第二本书的时候 他说那个后期那个叶芳先生 他的后衣 他的孙子 他在无意中有一天 他跑来我的店 他问我要不要知道他的公公 就是叶芳采取锡矿的 当18世纪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 我说那个时候已经是 第一本书已经出了 那个时候他是说 有这么有好 我说如果这样好的机会 我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 我说不要 我就现在就去你的家 监观看你家里有什么 真正的遗产 你留下来的文物 是 这样他也很乐意 就把我带去他的家里面 在荷萨巴星村里面的一间 住家屋 是 我原来发现到他拿出他公公 跟婆婆的人头照 嗯 这些真正是18世纪的那些 古老的人头相变 是 非常的珍贵 是的 他的公公的就是叶芳 他的婆婆就是亡养娘 是 后来他就从头一五一四的 就告诉我他们的公公婆婆 那一代他们去世了那个年代 都是站在我们对面那个坟墓山 嗯 就是港青春里面的旁边的椒原 旁边的树椒山里面 是 后来我就说有改次有机会 所以我们去亲自探访一下这个坟墓 对看那个古墓对吧 那古墓看他的年份 是 看他的名字 嗯 我就联络 也联络上他的家族兄弟 嗯 姐妹 也联络上福庸的海陆会馆的主席 是 跟树里主席 叶文豪设事啊 嗯 几个他们会馆的人呢 都跟他们通报 因为他是 但是我们从网上知道呢 这个叶房啊 是海陆会馆的创办人之一 嗯 在19 在188多年的时候 他是海陆会馆的创办人之一 是 就符合这个 他的故事啊 是真实的 是的 我还找去 他还拿这个叶房的孙子呢 他还拿出他 8874的时候 然后那个百经部 拿出来看 哎呦 所以他那个还记录 还说明 他其他的有12个兄弟姐妹 是 所以其他兄弟姐妹 五六个兄弟姐妹都有来 拜祭他父亲去世 嗯 那是1980年代了 是 所以这样从头到尾就 经过一段时期 我就把他的资料全部都掃记起来 也是做也得到他们海陆会馆的 旅士啦 在帮助 那所以我就整 慢慢的勺集到整个所有的资料 就放进这个第二本书里面去 这就是2017年你后来再出的这个 你的知识感 还不死要回录的第二本的那个情况 是吧 那故事就 我就以这个为主题 然后最主要是我呢 以那个我本人的那种 在于药店里面那个 五六四年的那种 那种经验 特别是药方 还有那些 祖传的药方 真的有凌验的 已经经过 经过临床试验的 那么每个都试到好的 那些都把它放到去 不然的话以后 我们退休以后 变成就会失踪 所以是失存了 那变成非常的可幸 所以这种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文献保存的工作 而且我想正好 正是因为你2011年出过了第一本书 然后在这个坊间我们都买得到 因此呢也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效应 才使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位叶芳先生的后裔 然后他把他相关的这个珍贵的这些 他的长辈们的材料跟你分享 对 他刚才跟我们谈到了 由于他第一本书的出版 引发了后来的更多的智智港的相关的先人的后裔 把相关的材料提供了给他 促使了他出版的第二本 但是我想这个时段呢 先请周先生跟我们介绍 他的第一本2011年出版的智智港开部史料 回忆录你的大致的内容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谈了第二本大概的内容 想起第二本出版第二本 史料回忆录的当初啊 我们说的我说的大将出版社呢 多方面的协助 所以从第二本把这个资料传给大将出版社 去给他承认的时候 那么我得到一个很浓的兴趣就是说 比起当初成立社要去出版第一本那种辛苦 那种困难啊 非常的 回味起来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心酸啊 人家讲 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没有打可以打电脑什么都没有 全部都是必须自己用手来抄 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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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一张就复印一张抄一张复印一张 一直去复印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很我们还是很落伍啊 跟大家讲 所以2021年第一版的那个出版的时候 大部分的原稿都是你用手去写的那种手稿是吧 对 手稿写了 手稿写了以后很幸运的我也有要求两个很 第一我又要求两位很有文学那个文艺文学方面呢 有有第一个就是已经已故的洪森校长 是 我曾经把整个原本的整个第一起第一本的第一部的人搞了 希望他帮我这个检查 嗯 搅对 是 洪森校长他也帮了我一个忙 第二个就是新洲日报的前办事处的采访主任那个郑金傅先生 郑金傅先生 是 他也帮我把整个稿件呢 重新去检讨跟我去搅对啊各方面的整理呢 我也是这两个这两个先生呢 帮我的忙很大 是 是 那么其他呢我也得到那个刘崇瀚的历史学家啦 是 他也很具具的 我那时候把重新服用驾车到西隆坡去交赖路那边咖啡店 等着他 他又从巴山那边转开过 是他从巴山上来 是的 我又把那个稿交给他 哎呀非常的辛苦啊 那时候想起来一步一步的 然后其他的又交给另外还有几个学习人呢 嗯 嗯 好像服用的王思华 但是的王思华 啊 服用的就比较容易 我们就不会这么这么演啊 是 你这个演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那几个 好像那个深美兰州前那个人力记的记长 嗯 像何一针 何一针女士呢 是我的同班同学 是 她也是我们同学会主席 所以她 她也非常乐意的 协助我去看看我看 帮我看稿啦 也修改一些啦 非常乐意 她也非常热心 她也帮我写了戏文 啊 所以在 在拿得到这些人士的鼓励以后呢 那么我就把所有那些资料 就去通过 我吉隆坡 一个小的女儿 擦空余的时间 就交给她慢慢的打字 打字 哈哈哈 她一直来打 打打打 然后而且又通过她去那个 政府那个注册机那边去申请 其他的工作都由她去帮忙 所以她出来处理那个东西 出版了差不多 都要整年了了 才能够顺利的完成 所以出版一本书是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是吧 对啊 孩子都 几个孩子都互相的帮忙设计啊 封面啊 其他方面啊 是 虽然当初在经济方面呢 虽然是不成问题了 不过也 因为我们也是 目的不是在于赚钱 是的 那我们最主要是说 我们出版这个 《资质港史料伪役议论》了 我们我就发现到 我们资质港百年的新春了 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做一个 这种记录性的记录性的一本 好像出书这样的情绪 是的 这种工作啊 虽然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很有它的价值 利益非常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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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很多热心社会热心人士 特别是这些地方历史有兴趣的 得到通道啊 他们看到这些书以后啊 非常乐意的去就来买 来争取买 特别是第一本的时候 没错 在短短的一年 就一千本就卖完了 没错 因为当时我记得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学术讨论圈里面呢 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晚辈哦 去做这个地方史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困难 例如说跟前辈的认识没有那么的深 然后要找材料也也不懂要从哪里下手 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由自治港的这个历史老人 自己来撰写当地的这个地方史 就无论从材料的收集 还有这个题材的撰写呢 都让人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 就是这种历史呢 没有人去这个撰写 其实我收藏这些所有这些历史文物啦 以前医生开的药方啦 还有很多杂志啦 特刊啦 百年特刊啦 那些很多这些历史性的 包括我药店里面的以前那些药方啊 那个批发 批发 批发 批发单剂啦 是啊 那些警纪发令那时候 有那个通行证啊 没错 那些申请書全部 所以那些历史性的东西 我都很有 我都到目前为止都收留的非常的多 还是收留 整整蛮好好的收留着 所以钟先生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去保留这些文物的对吧 对 现在我就全部都还完完整整的保留到很多新的 新的资料啊 还没有出版过的 还没有见过报纸的 都有很多新的那些历史资料 也因为也有得到一些本地那些老前辈 他们后裔啊 有得到那些资料的 他们都愿意出交给我 没错 我就把他们翻译了 或者现在是我就有printl 我也有电脑 也有手机了 各方面都翻 比较以前方便的多 我还是陆陆陆陆陆在收 在收录作这些新的资料 是 都很希望 都很希望看 他还有没有机会出第三本 绝对有机会 好我们稍作休息 然后我们下一段回来的时候 就请周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知之港的故事吧 好的 下到的年份了 其中在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最有历史价值的 而且非常轰动 这支港全马性的那种历史故事 都有两三样这个故事了 其中一项就是 宜朗朗大菩萨了 这个是在发生在1942年3月18号 是 热军 热军的时候 热军南庆 来到了日乐无限 把整个十郎郎新村 华人新村 那个新村有两三百个家父家庭 是 也就是现在的知之港马 发言 发言那个旧旨了 那么一个晚上呢 热军呢 就派了百多位 那些非常野蛮的这种 没有人性的这种 这种热军 这就是热军 是 逮着脚穷富庸 坐那个萝莉车 只用载他们到 宜朗朗的路口 跟森布里的路口 就是说包围宜朗朗的两 两头尾两个路口 坐脚车 是多二十个人坐脚车 背着机关枪 那个常见 就进去你这个新村里面呢 他们早早就听到那些 汉奸的暴武 的误导 里面有这个共产党 有抗热军 还有他们呢 就前面的准备也有 上风听到这种消息 就好像要 把整个新村的人都要杀掉这样 是 结果真的 出乎意料 他们从宜朗朗新村 从智智港那个进口 跟半巴的 Skampong Security的路口 两头尾包围 真的一两百多间的屋子 其中那时候宜朗朗 有一群小学 有炸缩店 有锡矿厂几十间 有飞机厂 有这个柴山 有椒盐 热盐 有这些农产品 他们都一去到的时候 他们就 那些日本人就就假装 说我们是来查 基因基民证 那你们不配吗 我们不是来伤害你们 我们是调查罢了 然后他二十个二十个 就再去一个偏僻的地方 二十个二十个 再去另外一个偏僻的地方 那么登记差不多 中午的时候 就开始杀人了 就一栽机二十多个 就机关材一烧 小孩子用刀刺 那么这样母一直 刺到四五点五点的时候 就全部都整个新村的 都给它刺到哀红偏野了 这基本上等于屠村 大屠杀了 所以后面的大屠杀 根据后人的记录 一共也有1474人的人命 包括很多都是家庭式的 全部都被杀光了 这太残酷了 非常的残酷 非常的残酷 这个就是战争的残酷 所幸还有四个八个那些 不信10岁左右的那些 那些男女 侥幸的躲过这个灾难 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 藏在网里 甘蔗园啊 或者香蕉巴 自己爬出去 偷出去 所以这样的无形中 就还有十个八个逃命出来的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放火烧烧纸了 烧尸体了 整个鱼囊囊 新春那个天边 都是满天红光啊 满天红光啊 烟火 龙烟密布啊 而且当天晚上又下了大雷大雨啊 好像天空都感到气窟啊 天空都静下 所以整个知识港街上的人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但是那时候怎么办 都是战争时期啊 在这种情形之下 而且那时候日经又非常的严格 你们大家都不敢出来 是吗? 所以大家都束手无策咯 那么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才通过地方那些侨领啊 特别是一个古塔林医院的一个印度医生 还有古塔林那个林邦迁 老前辈 大力的去劝向这些日本警官 他们这些日本警官也第二天早上 也把所有的年轻的人 全部拉到去这个大草场啊 就是街上那个大草场 是 全部拿出来去晒太阳 也准备要杀他们的 是 也摆了两百个 也准备要去杀 把他们杀掉的 而后来就是这个医生跟那个林邦迁 华人 华侨的领导人亲密地鼓鼓说 我这些全部不是共产党 也不是抗日军 你们不能够误杀他们 这些就是良民 这对不是 所以他们最后他没有 就没有把他们 没有向他们杀手 所以也有整百位老人家 其中有整百个医 有百 有差不多一九十多个青年 给他抓去 在监牢里面 关了一百天 说过我父亲 我父亲也是那个时候给他抓去 关在监牢里面一百天 九十多个人 包括猪火群 现在这些都已经去世了 那么 今上九十多个抓去的人 剩下结果一百天以后出来的 还有十个八个罢了 全部都饿死了 全部都饿死了 全部都受奴才 所以我父亲就非常的侥幸 那时候真的是不受奴才 也认得不出了 就放出来 就逃过这个天生 所以你的第一本书里面 就有完整的寄述了这个事情的这个 潜末过程 还有这些幸存者后来的一些口述对吧 对对 我们当时我跟韩又齐先生 他也是建国热报的记者 我跟他有联合报导这个 纯粹一囊囊大屠杀的受访的亲生的亲生经历的 在里面那些祝福的 那时候他们都七八十岁了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 那么那本书里面都有 我也有把那个建国热报的 人类用全部看出来 是 这个是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港币宏洞的最有历史性的 而且最有警惕性的那种历史故事呢 先让听众朋友们稍作休息 第二段回来我们再请周先生 再跟我们谈一下知识港的第二段的故事 知识麦洞全天放送 谢谢你继续守着越听越爱的IFM 你现在在收听的节目是博士来聊节目 而今天呢和廖朝级博士一起对谈的这位嘉宾 是周厚荣老先生 他同时呢也是知识港开部史料回忆录一和二的作者 让我们一起继续博士来聊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听君一席话 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探索 每逢星期六早上九点到上午十一点 博士来聊 我要讲的呢就是1920年在的时候 就是港就是我现在这间店 在1920年的时候 是 萧是联中会萧家村 那时候很多这个从南宁乡下 被有一个先贤 他的名字叫做萧关杰 萧关杰就是 他是最早期来到知识港 发起的那个我们的客家 客家的那个萧市的客家人 是 因为太早期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来到彭亨州 最先是来到彭亨州 耕种 因为跟当地的人争霸祖地呢 结果就被人家赶到福庸来 去到福庸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神父 就叫他信奉天主教 是 那么他也有 他就刚好有这种缘分 就信奉了天主教 那么那福庸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呢 就介绍他帮英政府申请到福庸火车站 那边附近的摄影某土地给他去耕种 摄影某耕种了几年以后 那么他就基因政府就说 我要发展这个福庸火车站 那么我给你去知识港船指头那边 我给你一千英某树抗这个土地 你去发展那边知识港 这样萧关杰他就回去中国乡下 在南陵家乡那边带领了整两千位新宵的同胞 是 带来知识港 然后他就告诉他们 你们我给你们开吧 种根种 种香蕉 种塑胶 有一些他就做锡矿什么都好了 总之两千多个人给他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那么开起的时候他说 如果你们要信奉天主教我就给你们五云某 顺便传教了是吧 目前是传教 所以很多有四五十家 四五十家人就信奉那个教 全部在新唐那个地方 就是天主教附近那边 天主教现在天主教教堂附近那边 所以他就说连有几十家人都信奉了 有几百个人了 是 那么这样无形中他就带动了整个 知识港 所以很多人就说肖家村 就是这种情形了 国小关杰来了以后 他就在其他发展交源以外 他就还自己开采这个锡矿 在这个金山王立苑 现在这个王立苑 宏领钢那边金八苑 这几块地方 去采这个锡矿 也采到这个锡矿 锡矿 他们说那个鸡马虎 很多锡矿 矿者很多锡矿 那么从那边他就发展了 就变成很相当很富有了 那边有很多性命 像吴信中他就开始建这个 天主教堂了 是 又在那边教堂旁边做那个玉彩小学 又办玉彩老人宴 他教授了 又还有在那边做那个坟墓山 也开一个坟墓山在那边 所以吴信中慢慢的把这个教会也扛大了 是 那么到了1920年的时候 他们就其他有另外几个信息 包括萧明峰 萧连峰 萧炳焦 萧承涛 这四个都是很有名望的经济商业人才 他们都有在自治港开店 但是他们当初 因为有几两千个乡下来到信销的同胞 是 来到这边做工 所以他们就在我 现在我这间店 叫做墙中央房 就开一间叫做万利城造货种费 是 是 因为包括卖这个粮食 这个农业肥料 那个五斤的东西 全部都在集中在一起 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 像信销那些普通的人做生意的人 他们收一百块钱股份 一百块钱一股 就筹股份 所以就有了一个基本股份以后 他们就开这个店 1920年就开了店以后 那么的生意 村民收到的做工收到的钱 也把这个钱存放在这个店里面 放他们当作是银行这样 也放在店里面存在那边 那时候是讲信用的以前 那时候接上其他的地方 很多非洲人很多非洲先生 也开个人的商店 有霓裳中方的裁缝店 发行的财富店 流行的那些角泽店 而来街的饭店 虹仙的面当 实现的养货店 很多这些都是地方上的非洲客 非洲人跟信销的 都有自个别的开这个商店 那么这个万一城开了五年以后 他说我肖冠杰的兄长就肖安了 他第一个说要退股 他退股 他说因为他也比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专才了 所以就 就 就工那个万一城就退股给他 给他一千块的盈利了 一百块股变成一千块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了 退股以后 那么其他的人呢 也继续的做生意 因为有这个 萧明峰是一个经济奇才的当时 非常非常的 很会策划 开锡矿啊 买塑胶山啊 耕种啊 农产品那些啊 那么一直做到一九三零年 那时候真的已经风声水起了 已经差不多说 已经非常 他们的资金已经膨胀的很大了了 所以他们就大家都 都不愿意继续维持下去了 就大家要分东西了分到扬镳了 那时候了 来我们就把拆股计算一下 那么每一个股东 一百块钱的股东 就分到四十一某树胶山 哦 你想一下几厉害啊 一百块钱办了才四年了 可以分到四十一某树胶山 还有另外零零钉钉那些 它散了 那么所以他们全部都拆了 都退出了 那么那个万一城呢 就消联副 就把他搬回下街 现在老街那街 现在他们住 这个后裔就住 住在那间外面了 这些就卖给别人了了 我们强中 是在1938年的时候 38年的时候就 我父亲他们就顶到这个药材店 在1930年的时候之前 就另外一个也是知识港人 他就也是开那个叫做新生药坊 新生药坊 也是开药材店的 一直做到他就一直做到1939年 1939年他就卖日本 卖日本高利生给本地人 给本地人发现到有一些 那些叫爱国者 爱中爱国者的那种事的一个他 所以他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搬东西走了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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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比较多 也就是从你刚才讲的这个典故而来的对吧 对对 是是 好我们上次休息 待会第三段的时候呢 再继续听周厚荣先生给我们讲讲知识港的故事 今天的博士来聊很荣幸呢 我请到周厚荣先生 他是知识港开部始料回忆录一和知识港开部 回忆录始料二的作者 然后今天的最后一段呢 再请周先生呢 借这个机会再给我们分享另外一段知识港的故事 好的 那么我们知识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那个时候 在知识港也有一宗 发生一宗非常轰动全马的这种历史故事 是 这个故事呢是在1939年 日军南清把整个中国都烧 侵犯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土地 打进了我们马来西亚 所以当初香港跟内陆地方有很多热爱国家的同胞 他们就成立了这个武汉合唱团 哦 是是是 武汉合唱团总共有成员20多个 有20多个成员 是 包括他们的领队夏之秋 他们跑遍整个东南亚 是的 从香港新加坡到新山 新山到伯德森 到知识港 然后到干将 是 他们到处去演出呢 他都会都获得非常的成功 是 但是知识港 为什么会很出名呢 就是 就是我们 一个人叫做肖媚腾 肖媚腾先生 他亲口向我诉说 当年 他有看亲眼目睹这个武汉合唱团 在火烧平 就是现在这个天望酒家 那一刻空地 以前是火烧 这一片空地来的 嗯 在那个地方 搭起这个戏舞台来 在那边表演 表演这个 他常常有在这边 有表演两个晚上 嗯 那么 本地村民好像那些 已故那些林逢愁啊 林八妹啊 很多上一辈的那些老人家 当初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青年男女 是 他们去到整个知识港 范围就好像新港 周围的地方啊 因为那时候那个林家全部在 很少在市集里面去住了 是 只是在乡村 好像 整团委那边 那个 整团委啊 新共啊 新外罗丹啊 马房啊 新郎郎啊 很多 很多 KMP的地方 是 是 他们这些年轻的 妇女 青年男女 他们都走路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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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里面 嗯 去 去卖掉 是 对 这种 其他种 那种精神呢 是非常 微妙的 非常的很热心 因为大家都 那时候都 那个年代大家都 说 给抗战抗战抗战 抗日抗战 捐赠 对 捐赠这样的 所以说 当天 演出的时候 全部街上 都挂满了 红旗啊 他说 他说 而且 福庸啊 一些 中学啊 吉隆坡一些中学啊 有包巴车来 那些年轻的学生 都来支持 在这个操场 演出两个晚上 是 第二天晚上 演到一处叫做 逃亡到智智港 这个市民的时候 这个市民啊 所以 全村周围的人 很多 就是 市民那时候 那时候 听说 那个 有整 整万人口 在智智港 那时候 那个村民 相当 相当 温馨旺 那时候 是 而且 他们在演出 那时候 20多个团圆 演出的时候呢 非常地 逼争 嗯 而且 这些 人民那时候 生 风衣注释 西矿 塑胶 各方面的 战争 实在 你的价钱都很高 所产方面都很富有 所以 当他们 向观众 欠钱的时候 所有的村民啊 很多村民啊 都把钱 丢到这个舞台上面 是 除了全台以外呢 呃 他还说 他看到很多 把金念 戒指 金器 所有吃钱的东西 都放在台上 哇 那场面很壮观哦 啊 场面非常的壮观 那个夏之秋 领队跟 其他的 副领队那些 20多个团圆 全部 在舞台上 跪着 大扣一场 像感动的非常的流泪 像全部 智智港的村民 像智智港支持 那么 这人呢 跪头 跪拜 表示感谢 所以这种 听说 他听他讲这个场面啊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 感动 都非常的感动 所以这种 这种场合呢 所以说 不久了 几天以后呢 就全 船边 全马 所以 智智港 有一个 这样的 历史故事呢 非常的 所以智智港 所以智智港呢 就变成一个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对 特别是对中国的 对以前 中国的那种 帮助的中国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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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意 那种 爱国 他们以前那时候 就讲爱国咯 因为我们还没有作为了 是 哎呀 我们的时间很不够 然后节目 又已经来到尾声了 就很感谢这个 周厚荣先生 就是跟我们 稍微这样子 谈了很多 关于智智港的故事 而且都非常的有趣 我知道 这两本书出了以后 反响非常的大 对吧 周先生 不错啦 是 所以我希望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 能够再看到周先生 再加一把劲 出版第三版 第三本的智智港 开部始料回忆录 好的 谢谢 好我们谢谢周先生 谢谢 谢谢廖老师